我剛開始 豪大力丟萊 我就覺得很有架式啊 這首很有 props的歌 然後 rock的歌詞 對 作詞 但是臉記得要很兇 但是因為我比較可愛 我沒辦法笑 沒有啦 這是豪大力丟萊 算是我以前在星光 沒有調成過的歌 搖滾 然後 台語搖滾 所以是一個挑戰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的快來紅紅 你的心我的心意再做一會 是不怕生愛吃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的快來紅紅 你的心我的心情也不要說過 在做我的愛 讓你來 不要放在心裡 無緣無人知道 數量作風台 心情再溫暖 其實我都在 好打你就來 好打你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的快去新路面 你的心我的心結結做一會 是不怕生怎樣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幾天在火鍋 你的心我的心情也不要說過 要求我的愛 要求我的愛 讓你到來 不要放在心裡 我難道沒人知道 數量最豐彩 心情再溫暖 其實我都在 要求你到來 謝謝 男生有緣愛 跟好打你再來 這個時代男生女生 真的不太一樣了 David老師 這一組你覺得 第一我沒有聽過台語歌 那樣子唱的時候 我很驚訝 應該是有吧 我只是少聽別人的東西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想脫衣服了 好熱 好熱 反過來 徐元傑 徐元傑那邊是 我很開心你是選擇自己彈自己唱 有時候特別是 聽起來比較簡單的東西 實在是蠻難的 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我有一點點在節奏那部分 有一點點亂的 你是彈的跟長的那部分 我是非常喜歡你這個精神 自己唱自己彈的 OK 真的很帶種耶 就怎麼想去改編這一首舞曲有沒有 好 那但是這個老師也講了這個 比如說他自彈自唱的精神 也是很可嘉的 這一戰到底誰能勝出 先看看學人節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學人節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16 17 17分 好 接下來是葉瑋婷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葉瑋婷的演唱 好大力就來 得到的分數是18 19 22 23分 小胖你到底是給幾分 4分還是5分 小... 人節是4分 人節我給4分 這個是小葉呢 小葉我給5分 5分 是 所以 葉瑋婷是24分 好 好 那許人節這個部分 小胖老師 你跟他好好聊聊 我覺得兩位都有很明顯的進步 聲音的穩定性也好 其實我們上一次就提到了 選歌其實就決定了 你們大部分的勝負 那這是人節自己的選擇 因為他覺得 他在這星光傳奇裡面 真的希望能夠自彈自唱 一些他覺得是很特別的歌曲 透過他的改編 讓大家真的傾聽到他的 很自然很真實的表演 因為有些歌曲 畢竟自己彈奏的功力 跟你演唱的功力 加起來的時候 是會變成扣分的 這個部分我相信你也理解 那當然這個小葉沒有問題 就是 而且這一次是有 很有攻擊性的一個曲目 我相信這個歌曲 碰到演藝閣都不見得會輸 所以這個是兩個明顯的不同 謝謝 我是 我跟你講 你這個人很奇怪 我到現在才慢慢認識他 他看起來好像這樣 溫文儒雅 好像都不太講話 聲音小小滴滴的 可是我覺得 你真的有客家人那種硬景的精神 那個硬景要怎麼說 軟鏡 軟鏡 因為他當初落敗自彈自唱 所以他還是要在這方面自修 OK 很好 那你就自彈自唱 可是你可不可以就是唱 比如說你最拿手的R&B 你不一定要去 他會選擇說 我不但證明這個 我還要再證明那個 所以 你真的 很難搞耶你 所以其實 你自己這樣子之後你覺得 你至少有一部分是開心的對不對 你覺得你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是啊 其實我也沒有很強調說 要 就是一定要自彈自唱或怎麼樣 只是 剛好就是有一個想法 對 然後 只是剛 就是翠翠這樣子 我自己也知道就是拍子上面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一定有很多很厲害的武器 你就是偏不肯用 你懂我意思嗎 R&B情歌隨便唱一唱就好了嘛 你 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相信你的哥們一定知道 你就唱R&B情歌就對了對不對 但是他這個人真的是OK 我覺得這也是值得鼓勵的 就是他想試多一點東西嘛 也好好不好 葉瑋婷來 給他一個KISS 擁抱 好 謝謝許仁傑 先休息一下 謝謝 24分耶 你現在在台上的感覺都不一樣了 你覺得是不是跟著阿彌陀去巡演 其實對你的在舞台上的信心有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會耶 會有幫助 而且 其實跟阿彌陀很多那個阿彌陀巡演唱會 真的看到好多好多人 什麼樣的人都有 而且有的時候 阿妹他這麼熱情的說 還是會遇到一些比較冷靜的觀眾 所以阿妹那時候我問他說 當你遇到這樣的觀眾 你要怎麼辦 他就說不要理他 你嗨你自己的 那很重要 因為你站在台上是 你要做什麼是他們管不了你的 對 而且甚至有時候錄影的時候 旁邊還會很大聲的聊天 你真的不能理他 就是要專心的唱歌 不錯 掌聲恭喜 算是目前的最高分 謝謝 現在也有找回自信 可是我覺得 我希望我每次都有不一樣的親信 給希望的觀眾 對 我也很期待 相對小葉拿下好成績 許仁傑對落敗也坦然接受 就是比賽一定會有輸贏吧 對 是因為我看得非常開 那我覺得我對自己的表演 就是對得起自己這樣就夠了 對 因為我很知道自己這次回來 自己要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子 對 對 大家好加油 雖然沒能血止成功 但戰友們紛紛來幫仁傑加油打氣 不論結果如何 他的勇氣仍舊值得鼓勵